这一次双方在安克雷奇举行这么高级别的战略对话 确实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 双方这个级别的官员第一次面对面的进行对话和沟通 我认为双方对这次对话还是相当重视的 这几天我们都做了很多准备 当然我们并不指望一次对话就能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 所以我们对这次对话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期待或者说幻想 我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业开端 双方能够开启一个坦诚的建设性的理性的对话和沟通的过程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次对话就是成功的 简而言之我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 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 根据美方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 美方计划在本次会见当中提到 类似于台湾 涉疆 涉港等人权问题 并且称只有这次会见达到了美方期待的结果 才会有继续的对话来展开 那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做出亮步 我认为任何国家之间的这种对话沟通 一个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双方应该有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 你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 都涉及到中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 在这些核心利益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这个也是我们将在这会谈当中清楚表明的态度 如果认为单方面或者找了几个别的国家给中方施加压力 中方就会妥协 就会让步 如果认为我们为了这次会谈所谓有成果 就会答应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要求 我劝人们最好放弃这种幻想 这种态度只会把会谈引向死胡同 如果有人认为中方这是带着诚意 来到阿拉斯加这样一个还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就是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的 那我会建议我在北京同事们趁早就取消了这次旅行 何必费这个麻烦跑来呢 所以希望有关的人丢掉这种幻想